由嘉一市政府主办的亲子共读成长活动 于11月1日星期六在嘉一市的家庭教育中心热闹展开 这一次活动的书全部是锁定在性别平等的范围之内 在这个过程里面让孩子去思考 有些东西作者只呈现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他的目的性的 再来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所以我会鼓励小朋友去答 你想到什么你就讲什么 常常借由这个人讲一个答案 那个人讲一个答案 拼凑出一个很大完整的内容 帮助孩子去思考 那在这地方他会更好 是因为他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学校 不同的小孩子 那学校那边小孩子大家彼此熟悉 有些时候就比较会作怪 那在这边他们就比较慎重的看待 他们讲出来有一句话 本次的活动是以公鸡孵户弹的绘本为主题 采读书会形式 借由亲子共同合作思考及讨论 企图打破孩童对于性别的刻板印象 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共同跟亲子的关系 我会觉得 感觉互动会更好 然后又可以认识其他妈妈 也吸收一些资讯的话 我觉得应该以后对我来讲的话 也会蛮想要参与这种互动的 你觉得孵蛋的是公鸡还是母鸡 都可以 都可以带小孩 孵蛋不再是母鸡的特权 男性也能参与女性的工作 将男女平权的观念透过活动 伸直在幼童的脑海里 未来再面对两性问题 将不再有性别刻板印象 中正义报张静豪黄之告 家义事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